张智霖抵达洛杉矶开始特训 肌肉看上去又撞了一圈 今年能够进入NBA吗 今年四代期 不少中国的年轻球员都向NBA发起猛烈的冲击 除了曾帆博和瑜伽好外 作为如今辽宁队的首发小前锋 张智霖也渴望进入NBA的舞台修炼 据悉 张智霖在海口参加完队友赵继伟的婚礼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飞到美国洛杉矶进行特训 如今张智霖在美国特训的照片已经爆出 我们可以发现在赴美这段时间 张智霖的肌肉明显更加强壮了 对于曾经有过流洋经验的张智霖来说 他无疑更加适应美国大边的训练强度 也十分清楚身材管理的重要性 张智霖在上个赛季CBA发挥十分出色 并且以主力身份帮助辽宁拿到总冠军 这件事无疑会给他在未来的选秀中提供帮助 除此之外 本赛季张智霖还开发出了远头能力 在都兰大学打球期间 张智霖的三分还是技术弱环 如今却已经在实战中有单场拔起三分的公共表现 这对于他进入NBA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那么在今年选秀小年的背景下 大家看好今年张智霖进入NBA的舞台吗